好 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卫水又来了 今天是普通话 我们继续跟L小姐讲 她在美国的跟内地的一些 就比较一些看法 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的时候 就是内地的防疫问题 然后跟香港的 没有 内地的防疫问题 跟美国的防疫问题 不是香港 是美国的防疫问题 因为现在我们大家知道 内地的疫情好像挺严重的 那增加的那个数量其实蛮多 到现在为止的时候 内地的那个确诊 已经超过有1000宗了 然后而且蔓延到不少的省市 大概19个省市吧 那有没有新增加了 我现在看到的是 在11月3号的资料 所以的时候 目前来讲 内地的疫情是挺严重的 可是美国的疫情也很严重 俄罗斯的疫情也很严重 因为到冬天了嘛 但是的时候 我们国家对防疫方面 这一块还是做得蛮谨慎的 而且要求也非常严格 现在的时候 大概有4万多个 应该有几万人吧 应该现在人数应该不少 因为现在已经是5号了 所以的时候应该有几万人的 几万名的密切的接触者 在接受那个医疗的医学的观察 还有的时候 有406宗无症状的感染者 包含境外输入的343宗 在接受医学的观察 其实这种的情况 在冬天来讲 我觉得是挺严重的 可是大家也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来 就接下来的时候 明年有冬运嘛 那对于整个国家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场盛事 所以的时候 我们觉得 在这个防疫上面的时候 其实国家现在有一个政策 就是我真的要做到清零 要更加谨慎的去面对新冠疫情 因为疫情还没有完 特效药还没有真正的出来 所以的时候 目前来讲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我们今天请到L小姐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在内地的经验 还有就在美国的一些看法 到底怎么样 好 小姐你好 王上好 大家好 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美国现在的时候 整个防疫的是 算是很松散吧 是这样子吗 对 美国就是很躺平的防疫吧 我觉得美国现在 它主要还是依靠的是打疫苗 就是催大家打疫苗 打疫苗 可是打疫苗 还是照样会感染新冠 这个情况不是一劳永逸的 但它没有别的办法 就是它现在最多的 就是一个是打疫苗 第二个是室内戴口罩 就是它每个州不一样 就我现在在的这个州的话 它有要求就是室内要戴口罩 但是它的口罩令到11月份 11月中旬应该 11月初会解除 但是我们收到消息 就是说希望大家解除了之后 还在室内还是要戴口罩 它现在还是就只有这两个政策 戴口罩 直接 继续戴口罩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对 然后没有了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就没有了 没有了 对 而且你就算是感染了疫情 就算你感染了新冠 你也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你的 你的那个症状不严重的话 医院还是不会接受你 哦 为什么不接受 因为医疗费用太高 因为 不是 因为你 因为你不严重啊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危及到生命的话 它医院是不接受你的 哦 就留给一些 就真的是病重的一些患者 可是的时候 如果你是很轻微的 就没事 好 你说 医院是不会 它是医院 直接就不会接受你 所以说 它的这边 如果你感染了疫情的话 那你就需要 自己在家里面隔离 或者是我现在的学校的话 它有一个 就是它把我们现在的住宿区 弄了几套房子 在里面隔离病人 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 也是在隔离病人 嗯 就是有 因为我有的朋友 他们住的 因为我们是住在一个 就是他们的这种社区 但他们这个社区的话 不像我们国内的那种 意义上的社区和 什么楼盘啊 它不是这样的嘛 它是一个比较 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区域 然后在这个区域里面 它的房子 都是学校的校场 嗯 它就会把其中的某一 某一些房子 拿出来 清理出来 拿来隔离学校里面 发现了确诊病人 所以我们现在 其实是和确诊病人 实际上生活在一起的 生活距离多远 那个生活区 是在旁边吗 楼上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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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担心吗 对对对 啊 楼上楼下也 我们不担心 但是没有 对就是 而且它不会告诉你是 哪一栋楼 因为它会 它是这样的 它是保护它的病人隐私 所以它不会公布留掉 它没有留掉 然后它也不会告诉你 那个房子在哪里 也不会告诉你是谁得了病 所以说我们的邻居的话 他们会观察 最近有什么车 转运了很多的家具 或者是高低床 到了哪 哪栋 哪栋那个 哪栋楼 或者哪一户 它就会把那个 户号就是发在我们 自己的那个 中国人的那个小群里面 就是我们大概知道 是在哪一些 呃 单元里面 但是因为它隔离的话 它呃 基本上就是10天 它的病人就会出去嘛 所以它会呃 你最后也不确定 到底你的邻居 有没有病人 哇这样子不是很严重吗 你不是很危险吗 那整体来讲 那你随时 你身边那个是新冠病人 可是你完全不知道 我本来以为 你跟我讲的时候 说啊 你住在同一个区里面 我以为是会有一定的距离 不是说你现在的 他们就生活在一起 啊 那你真的很危险耶 对啊 所以我就 我自己其实还是还是 虽然说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其实还是不想说 让这种 就是对疫情的恐惧 然后占占据我生活中 大部分的时间嘛 所以我们大家 其实还是正常在生活 只是说你周围 周围有病例 但是你也不知道是谁 而且他也可以出门 他可以出门 他可以坐公交 他可以去购物 就是没有 没有任何什么 国内的这种隔离是没有的 啊 完全没有隔离 完全就是自由自在的 你随便出路就行了 对不对 对 而且我们当时 我来之前 其实我们是写了信 就是大家连名签名 给学校 就是说不要让这个住宿区 当成隔离区 因为这个住宿区里面 还有很多小孩 很多小孩 小朋友他会互相串门 他不像我们成年人 我们大家都 就在家里也可以 但他们会互相串门 所以说 就是我们这个区的新增病例 他也是 基本上每周都在新增 我们上周是新增了五个 上上周是四个 就是我还记了数据的 然后这周是新增了一个 啊 哇 而且还不算 而且还不算隔离的病人 就是还不算隔离在这的病人 嗯 我看我今天的题目 要把它改成新冠患者 与你住 楼上 同一层楼 同一栋楼 对啊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 在 刚才我不是 在跟你聊天 我说我根本就不敢 就是我们群里面 就学校 我在国内的工作群里面 我根本就不敢说 我现在的情况 因为我觉得 我说我现在的情况 大家可能会怀疑 国内的一些隔离的政策 但是其实我是很希望 这边也是像国内那样隔离 对啊 这样比较安全 其实你应该跟他们讲 因为你会担心 因为我刚才也有在电话里面 跟L小姐去说 其实现在世界上面的 就全球的死亡率 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500万了 现在到503万 那你想想看 如果这503万 放在中国 假如那个死亡人数 是503万 那个数字是非常的大 而且会对全国 很多家庭的影响 是非常的深远 而且是负面的影响 因为当你的亲人离世的话 其实你会看到 就整个医疗的情况 不大位 或者说整个医疗的 治疗的情况 不完善的话 那对国家的影响 是非常的大的 每一个人命的伤亡 我们看到 就之前最早的时候 在武汉的时候 国家真的是尽量去做到 一个都不能少 所有的人 都要得到最好的照顾 直到最后一个病人 真的出院了 事情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才把它 真的放松放开 那现在的情况 就是说 美国整个防疫的时候 就是说 新冠患者 是跟你住在同一栋楼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除了住在同一栋楼以外 你还不烂 就政府啊 学校方面不烂 那些其他 跟他同住的人 是知道他是新冠患者 对不对 对啊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实在是 很惊人 很难以想象的 算是你在香港 反反疫的话 其实也不会这样子做啊 那为什么美国这样子做呢 为什么 因为他 我觉得他 美国特别强调 就是这种反歧视啊 或者是保护人权啊 这样的 嗯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 也是这样的 就是他害怕 他说了这个人是谁 然后你会歧视他 或者说他会受到攻击 就是你站在这个病人的角度 所以我其实在这边的话 我觉得如果我得了病 我也觉得嗯 就是自己把自己管好 看好 嗯 然后 从活动上来讲 我就觉得哎呀 我比在国内自由多了 因为在国内的话 如果你得了病 你就还要隔离呀 然后病完之后 你还要不停地做核酸 还有不停地有人在监 就监督你 看你有没有 这个复发呀 一类的 但在这边的话 他你 你如果得了病 就作为病人来讲 你就很轻松 你就过自己正常的生活就好了 你隔离十天 然后你可以走了 对啊 就是他这边 他是站在病人的这个角度 站在病人的角度 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的病人 确实也太多了 所以的时候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太多了 可是 我昨天 我昨天半夜晚上都失眠啊 我昨天晚上睡觉 我都很紧张 因为我昨天出去跟同 就是同学嘛 出去逛了一个小商店 然后回来以后 我就会很紧张 而且关键是我看到 国内的防疫 现在这么 就是这么严格 还有就是国内的这个疫情 就是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还是比较严重嘛 所以我对比一下 我就觉得 我就突然一下子 有一种恐惧 就是看了国内的这种情况 然后在国外的话 就感觉在美国真的 我就一直在想 万一得了病怎么怎么办 因为现在那个新冠 它不是立刻发出来的 它可能会有潜伏期 你都不知道 自己在什么时候感染 因为你肯定不能避免 你要出门 你要上街 你要坐公交 因为这边不坐公交 你就只有买车 我们那个可能 就觉得买车的话 也没有太大的必要 但是你如果跟外界 有接触的话 你肯定有感染的风险 而且我昨天看到 说美国好像400人里面 就一个人是死于新冠吧 我看到有一个这样的新闻 所以我觉得 因为自己身边 就住的这个小区 它的病例也是一直在增加嘛 所以我真的很担心就是 会不会有一天就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我昨天晚上失眠 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且你在那边的时间也不短 对不对 你两个月了 你真的是一步一进心 我真的不晓得 我本来以为说 你之前跟我说 在你的学区里面 我说在学区 无所谓 它可能就是把它隔开 然后有一个区域是他们去让那些新冠患者 在那边隔离就好了 原来是在楼上楼下 没有隔开 然后而且 而且他们还可以随时外出 对吗 对 他们可以出去买东西 对 这样子 那不是很吓人吗 怎么办 对 就是 对啊 而且我昨天睡不着觉 我都在想一些问题 我还是在安慰自己 因为在19年 那个疫情特别严重 也没有疫苗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中国人 在这边待了很久 而且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回去 我们跟他们 就是保持联系 在聊天 然后他们会给我们一些安慰 他就说 在19年20年 他们这边很严重 他们中国 我们中国人也很多 也是没有感染的 对啊 所以的时候你真的要 中国式的 就靠这个来安慰 对 你有没有带一些茶叶过去 你有没有带一些茶叶过去 我觉得太恐怖了 茶叶 茶叶 对 有没有带茶叶过去喝 茶叶 喝茶 茶叶 普洱茶 就是买了 在这边买的 不是不是 在这边买的 因为在国内带茶叶 我怕那个过海关的时候 过不了 哦 这样子 这样子 但是的时候 我觉得说 这个真的很匪夷所思 原来你身处险境 我觉得你跟当一个战地记者 没有差别 真的是 哇 好严重 好严重 请说 就是他们这边 真的防疫措施 就只有两个 就是戴口罩 跟打疫苗 OK 没有了 就完全没有了 其他都没有了 哇 那真的是 真的是不得了 那你感觉起来 为什么美国会这样子呢 然后我们再谈国内 我觉得 嗯 对 对 我觉得因为 因为首先 美国他非常的 就是 我觉得他们非常的 我怎么说 我用一个词 就是标榜 就标榜 这个自由和人权 因为我觉得 自由和人权 在中国的理解 跟美国理解 是不一样的 在美国理解 就是他有他行动的自由 他有他活动的自由 就算是病人 他也可以出门 然后我们的中国的想法 就是我们健康人 有保证自己健康的自由和权利 就你是得了病的 你就不要出来 最好是不要出来 对吧 所以我们是站在 我们就是健康的 大部分的这种健康的人的这种角度 然后他们是站在他们自己个人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两个角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这是他的一个基础 就是他要保证他自己的那个病人的权利 所以你不能 你也不能说他是错的呀 对吧 就如果你是生了病了 你肯定也希望 你自己是可以出门的 可以出门兜兜兜风啊 或者是买点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美国他这边 他对新冠的看法不一样 他们觉得就是一个感冒 他们觉得一般就隔离十天 你倒计时 十天完了就可以走了 他觉得你 这个不是一个很严重的病 反而还没有他们每年的这个流感严重 所以我觉得他们对这个病的概念 跟中国人也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很担心就是出现一些后遗症啊 或者是又产生这种病毒的变异 还有一个我听这边的有一些老师在讲 因为我们这边他学校里面有一些是研究疫苗 还有就是他这边的医学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专业嘛 他们就告诉我们就说 其实你不用太担心 你只要在任何一个你觉得有危险的场合 你不要摘下你的口罩 都是安全的 就他们认为口罩的功能特别强大 对他们因为他们他们是他们跟我们对病毒理解不一样 像中国的病毒理解就是这个病毒很狡猾 它可以在门把手上存活很久 它可以通过下水道传染 但他们就不是 他们的感觉就是只要我们没有 就是我们的距离如果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是不会产生感染和传播的 他们是这样的理解 你看在我们国内有什么一个基站 然后发现什么时空的交集者啊 这种都要算 但他们那边它是有一个距离 好像是有一个几米的一个距离 就是你如果你跟一个密切 如果你跟一个确诊在这个几米的范围内 待了超过了半个小时还是15分钟 他们有一个这个时间的计算 然后你就算成是密接 它会推送一个密接暴露给你 这是他们的第二个 就是他们对这个病的严重性 和他们觉得可以防疫的这个可控性 对我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就是说 第三个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说他们就他们其实 我发现他们对流感还特别的特别的紧张 就对他们这边的流感 因为他们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但是新冠疫苗 他们就会有很多负面的负面的评论 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新冠疫苗 那个副作用确实很强 对啊新冠 你上次有说过嘛 对会发烧啊 可能两天就持续地烧啊 持续地地烧 所以的时候这个问题挺严重的 对如果你掉以轻心的话 还有很多人因为 请说 我说还有很多人因为打新冠疫苗进急诊 还是有很多 所以说他们有的人也不愿意打 我在这这个周还比较好 我在这边的话 我们学校的老师的接种是95%以上 现在学生的接种是94%以上 那不错哦 那接种率挺高的哦 都是打了两针对不对 对对对 对对啊 这样子这样子的话 其实只是关靠疫苗 我觉得还是不行 因为现在美国等如是中门大开 你可以随便进来随便出去 你有病也没有关系 你患上新冠新冠病毒也没有关系 你就去隔离就好了 十天你就出来正常生活吧 死不去就没有问题了 对重症财经医院 轻症的时候你就在社会上面生活 那你有死亡率 400个人死一个人 其实也没有关系 那个死亡率很低啊 对不对 只有四百分之一而已啊 对对 对怎么可能 对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 他们他们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一旦像我们这样隔离的话 他们政府没有那么多人 因为他们这边毕竟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 他们不像我们有什么村委会 就我们的管理是到村一级的 就是一个村可能只有两百多个人 他也会有一个村委会 就是也会有一个基层的 最基层的这个管理 有的村比较大嘛 可能有六七千或者三四千 或者有些有九千人 但是他就会有一个最基层的管理 但在这边我来了这几个月 我还没有发现任何的什么村委会啊 什么乡政府啊这样的组织 我们在国内他是村委会社区 然后到乡政府 到那个街道办 对吧 就是平级的嘛 然后乡政府上面有区 比如说我们有宇城区 区上面有市 他是一层一层的全是 全是政府官员 就全部都是有很多人在管理 这边的话他没有 所以说他不可能像我们这边 有这种管控的这种能力啊 还有就是他们这边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看到什么摄像头 就是你安装摄像头 有的还是违法的 安装摄像头是违法的 因为侵犯隐私对不对 又来了 对所以我就说他们真的就 他们这边的理念就是真的 我以前来之前我知道 我知道西方的自由主义 不是自由主义是个人主义吗 我当时没有这么强烈的理解 然后来了之后 我觉得就是终于知道 什么叫做个人主义吗 这完全是个人主义 全是落实到你的一个个人 一个个人 像我们中国就是落实到一个集体 就是一个集体 比如说一个村 比如说一个我们说的社区 他们的社区 他们的社区 如果你要这个社区要做什么事情 他是由下而上的 就是从社区的个人开始发起 在组织啊一类的 就没有什么 什么像我们国内的政府单位 会给你就是负这个责任 对 现在就是你要自己搞定 你有问题 你要自己搞定在美国 可是在中国不一样 你有事情 政府搞定 每个社区 从社区开始 一步一步的帮你去解决问题 是这样子吗 对 哇差太多了 中国真的就是这样 完全不一样 我真的是完全感觉 是这个这点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中国 其实这种做法呢 有好有坏 真的是有好有坏 我觉得我过来以后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在重新学习生活 怎么生活 在国内的话 你根本就不用说 每天担心什么吃饭啊什么的 根本不用担心 我们在国内 除了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晚上 你可能在外面吃不到东西 你就绝对不会有说你在外面 就是饿肚子的时候 在这边他也可以在外面吃 对他也可以在外面吃 但他的费用费 我觉得他的消费还是很高的 嗯 比如说我那天出去吃了一碗面 就是很简单一碗面 我们这就是十道 就十道 七十块 对六十六十块左右 就是如果你拿人民币在这花的话 肯定还是觉得贵 但如果说你是自己在这边生活工资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 但是就说你对比一下 很多留学生为什么在这边都要自己做饭 因为在国内你出去随便吃个炒饭呀 就人民币才十块钱 嗯 对不对 人民币才几块钱有的 或者说十几二十块钱嘛 对 就是你到大城市 可能像一些连锁店 他可能三十四十左右 对没错 那都算是比较比较就是 对比较常见 都是这个价格 但是但是你不 但是我们在国内的话 你又觉得 诶这个消费 比如说你打开一个快餐 那个外卖什么的 你都感觉你自己是消费的企业 对吧 你在这边就感觉 消费起来有点困难 没错 你自己做饭的话 节约很多钱 对 所以说 所以说很多留学生的话 都是过来之后 自己学习怎么做饭 在国内 因为国内 大家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你去吃食堂 对吧 食堂也很便宜 对 所以的时候 整个的生活的情况 就是完全是天攀 地附的改变 如果在美国 来到中国的时候 也会感觉的很不适应 那就是一种很确实的文化差异 对吗 好 请继续 对啊 你从美国到中国 你可能觉得很烦 因为我现在有这种感觉 你到了中国 大家会问你很多问题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外国人 你来了以后 大家会很好奇你 会问你很多很多个人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有外教 在教室里面 长得稍微帅一点 学生就会问 你有没有女朋友 这个在中国好像是很正常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外教 他如果生病了 那学生就会问 老师你生什么病了 你怎么了 大家都会问 就表示一种关心 但在这边他不会 比如说我的导师 我来了以后 他就生病了 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那个见面会 是见面 他是生病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下午见面 但是我们那个就是助理 他都跟我们说 说你们不要去问他 他有什么病 因为我第一个反应 我就会去问那个助理 说这个老师怎么了 他生什么病了 怎么怎么样 他就说你们不要在他面前 问这些问题 就是说你不要去问人家 关于人家任何问题 任何隐私 就所有的隐私 所以说你在这边生活 你会 听说 对你在这边生活的话 就会 我觉得你在这边生活 你回内地 就会觉得 怎么这些人 老师在问你这些问题 你肯定也会 结婚了没 你什么时候结婚了 生小孩了没 对不对 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我今天真的是 早上起来 有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最近在申报课题 然后申报课题的要求 他会有年龄限制 比如说博士 必须在35岁以内 申报一个课题 然后我当时看到 我就觉得在美国 他们感觉大家觉得读书 学习好像是一种 你自身的一种 我不知道其他人 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他们会 不认为年龄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有一个口语课 他的那个老师 是一个这边的博士 我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上面写的是说 给我们提供一个口语老师 但那个口语老师 是这边一个学生 我就以为 可能是一个20多岁的学生 结果那个老师又78岁了 他来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问他 都说你是一个教授 对吧 你是哪一个学院的教授 他马上就否定 他说他不是教授 他现在是一个学生 他是一个博士生 他在这边读博 读书的年龄没有限制 我觉得特别喜欢的 对 而且他会觉得读书 是对他自己的一种需求 不是说为了去 就是应付学校的要求 他是他自己的一种追求 因为他自己说 他都有两个 就是这个是他第二个博士学位 真的 真的是 我也有听说过 我有听说过德国的时候 其实你只要愿意练书 你可以练到几岁都可以 那国家就会支持你 因为的时候 你练书是以自己个人的事情 不是为了工作 不是为了什么 而是为了理想不想增进知识 所以的时候 在整个社会里面的时候 都是很尊重知识的 整体来讲 而且我觉得在国内 因为我们有时候开会 然后大家也会说 就是说你在30岁左右 是你的一个学术的高产期 就是你学术的黄金期 你错过这个年龄的话 你可能就出不了什么成果了 我觉得这样的话 就给人的压力就很大 就说你说学校 国内为什么这么卷 他的博士 你申报课题 你都必须要35岁以内 那就说明你35岁 就必须要去读博士了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 你不觉得吗 就是很多时候你活了很久 之后你发现 我突然对这个社会的认识 有一些改观 我想去提升自己 对这个社会的认识 我想去读博 对 但是你读博 国内大家都会说 你说你那么好的工作不干了 然后你又是中年 上又老下又小 你的这个家庭你不管了 你要去读博 都会批判你啊 对不对 对 对 就是一切都是规定好的 你按照这个规定去做就行了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比如好像 我也是啊 如果 我大了五十几岁 我大了五十几岁 我也想去读博士 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历练 这个经验 然后我想去读个博士 很多人问我说 我也这样想的 对我在香港也是 你去读博士 有没有搞错 对 昨天我都还在跟我同学在聊天 因为他是在国内大学里面教书 他跟我的经历很像的 他就是教了很多年书以后 他觉得他也是在这边访学之后 发现自己对自己的学历提升 有一个要求 因为如果他不是对自己要求的话 他读博完全没有必要过来 他可以去读一个 就是现在很多东南亚 就是这边读博 申请起来比较简单嘛 对 读个学位而已 就是去泰国呀 这些 没错 对对对对 大家会这样想 但他就想要到最好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学院 有一个学院是比较好的 然后他就 他对自己是有追求的 所以我昨天就跟他讲啊 我就说 我就说其实你不用去担心 自己什么毕业以后 找不到工作 这个问题 因为他现在跟学校还是有些矛盾 就跟他自己的那个原来学校 因为原来学校不允许 就是他们现在好像有政策的变化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就安慰他嘛 我就说 其实我自己觉得 我还是更遵循 我自己内心的这种需求 心里面要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 请说 对 我说你还是要坚信 坚信自己不可能说 你毕业以后什么 不能生存 我觉得生存的方式有很多了 对啊 我同意啊 因为你的人生不是说被排定了嘛 可是你在国内里面去做的时候 好像很多事情都被安排好了 你就要按照这个规矩 一步一步去走 如果你没有按照这个规矩的时候 你去走的时候 你走的路 你一定会错的 就好像我们说嘛 我们要跟着国家的政策去跑嘛 那如果你跟着国家政策去跑的时候 那你就会成功 如果你不跟的时候 你在这个体制之外 或者说在这政策之外 你所花的时间就会比别人就多很多 而且未必会成功 所以的时候 你就突然间在外面去看 所以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 一定要去跟国际去接轨 你要了解不同的人 为什么他有这种想法 他的想法为什么这样形成 不一定是适合你 是有原因的 对是有原因的 然后你去看的时候 你才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 当然我们是爱自己的国家 爱自己的中国 自己的祖国 人民 各方面都需要 可是你总要去了解 到底其他人怎么样想法 那他的想法 他造就起来 只要他不是去刻意去伤害我们的国家 或者是有阴谋的 有诡计的 你必须要了解到 这个世界上面原来有不同的人 这是要值得互相去尊重的 比如好像说中国里面有56个民族 这56个民族只不过是一个大树而已 还有一些的时候就是少部分的把它归进去 比如好像撞族这样子也有分黑撞 不同的撞族 那其实不同的人 其实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需求 当你看到美国的一个情况的话 整个的文化情况 而且去学习的情况 我觉得有些事情的时候 是值得国内来借进的 而且有关于学习方面 真的是 因为这些学习的时候 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 你很难把每个人放在一个模块里面去做 就好像一个工厂一样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在香港去就做教育的时候 我是很讨厌那种工厂式的模块的 所以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每个人应该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自己的做法 我知道国家现在在做 比如好像说双减的这个启动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胆的改变 可是能不能够做得好了 这方面的时候 我觉得要就好好的观察一下 因为比如好像有一点的 就是责任的问题 那一些小朋友好像没有办法去旅行 这些方面我觉得可以谈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看到 整个文化上面的一个区别 造就了不同的人 他们所重视的点不一样 就很多人就会感觉说 你美国一直讲自由 讲人权 好像这些的时候 跟中国来讲的时候 好像相比起来 是会好像是虚假的虚伪的 当然每一件事情都有好都有坏 我现在看到的时候 比如好像防疫这件事情来讲 如果你这样子去讲 自由人权 那当然是有很大的问题 拜托 你每一个人根本是没有安全感 就有一件某一些事情走到一个非常极端的位置 我都是觉得不好的 不晓得你的看法怎么样 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说在你如果是为了大众的健康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内的医疗设施 就不光是国内 其实美国也是一样 它都会受到那个挤兑 对不对 都会受到这个挤兑 所以说如果说你想如果说一个医院 他如果新冠的病人很多很多 他可能有一些真正的 就是立刻可能就会出现 就大的问题的这种病人 他就没有办法医治 对 然后他这个人虽然不是因为新冠而死 他可能会因为别的病而死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国内的这个政策就是防疫 但他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毕竟他是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 而且我觉得国情也不一样 就是国内的话 他的这个居住的这种聚集性就特别的强 比如说我们一栋楼 他可能有20多层楼 一层楼有可能很多很多户 就是一个楼 就是为什么我们住的这边 虽然说有病人 我们还是正常的生活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他这边的房子 他离得很远 房与房之间离得还是很远 而且他不是那种高楼形式的 他是一个小毒洞 小毒洞 可能就是你如果说不去刻意去接触的话 像我们住在这一栋 跟他们那一栋 就是有病例的 就基本上没有接触 所以就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防疫的这个空间 就是自己来防疫的这个空间 还是有 但是还是很担心 就还是很担心 所以我看到国内的防疫的话 我觉得确实很多人 他就会觉得影响他的生活 因为他可能变了黄马之后 哪里都不能走了 但是如果说国内如果放开的话 那你可能你现在在中山 你就会很担心在北方的防疫 对吧 你就会很担心北方的疫情 但现在你们如果生活在南方的话 你可能就是生活 还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对啊 最近在比如 对 在成都的话 现在是有 总共有八例 好像是总共有八例了 八例病例 然后成都的话 他就会 他的周边就会有一些 就是其他的城市 挨着成都的 大家就会比较紧张 但是你稍微离得远一些的话 你可能就不用那么的紧张 所以我觉得在国内现在的防疫 他还是有一个经验在了 然后还有一个梯度 就比如说高风险 中风险 低风险 他会有不同的应对 就越来越有经验了 对没错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一定要说一下 我都差点都忘了 我觉得国内就是受政府的保护太好了 导致我们在国内 就是根本就无所谓 把所有事情都交给国家 交给政府 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国家和政府 我觉得这点是特别要不得的 就不用思考了 对不对 对 你看他们出去旅游也不戴口罩 他如果说戴口罩的话 我觉得肯定也不会那么严重 你看美国这么严重 大家戴口罩也还好 但是你看在美国 像我们出门 我只要出门 我都要戴口罩 我就算丢个垃圾 我都要戴口罩 我可能之前在国内没有这样 我自己都没有这样 我没有这个意识 在国内没有这个意识 在国内像我们是进商场之前 就是进去进门 带一下 然后进去之后呢 就把它取了 大家觉得身边都没有病例啊 如果有病例 政府会告诉你的 你不用担心 绝对是这样子 我现在我感受得到 因为的时候 其实整个疫情不太严重 而且没有在自己身边 这里发生的话 大家都会比较轻松一点 比如好像在广东省的时候 真的好像刚才L小姐所说的 就你到商场里面去看到 要戴口罩 对不对 可是身边没有人戴 那为什么我要戴 我就不戴了 都是这样子的 还到菜市场也是一样的 完全一模一样 对 这种感受很深 真的非常深 关键是因为你们没有 因为他们在国内的话 没有对比 大家觉得这个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到了美国之后 我有了对比 我觉得这个感受很强烈 就我现在几乎想象不到 我在国内居然每天 不戴口罩那种生活了 我现在就算出去跑步 我周围没有人 我都戴口罩 我相信在中国 也大部分人 基本上不会这样子做 除非你在疫区 可是在疫区里面的时候 你会做一件事情 你就干脆临街 连街也不散吧 对就待在家里就好了 所以的时候我们觉得说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那对于香港跟内地来讲 其实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通关 我看到我有朋友 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 那种感觉的时候 他是严正以待的 对严正以待的真的是 你香港到新加坡 不用去隔离 可是你从新加坡回香港了 你需要隔离 而且拿的那本 那本手册 说你要隔离 你要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的时候 好像有几十页 那么厚的一本书 是一本书 不是一本小册子 它翻给我看 录下来 然后我看到的时候 我整个感觉的时候就说 要这么紧张吗 要这么严重吗 对 那香港到香港去 对 好 你请说 我就是说 你现在在内地也感受到大家 就是 很轻松啊 真的是啊 政府搞定啊 对就是大家 都是政府搞定 对 政府搞定就好了 那什么事情都不用我担心啊 因为政府的时候 就可以帮我解决一切的事情 我只要跟着他的路 怎么样去走就好了 对不对 我觉得如果在中国 大家如果真的有防疫的意识的话 那我觉得政府会轻松很多 你们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给政府 我觉得自己出门 该戴口罩就戴口罩 真的很讨厌那种不戴口罩人 而且还有蛮爆的人 对吧 蛮爆 蛮爆死 又不是查不出你 对啊 你还蛮爆 对没错 你去哪里的时候 其实都一清二楚 真的 真的一清二楚 没有办法你逃不掉的 你的手机的时候 一定会知道 你有你的号码 就知道你去哪里了 那个你的走过的路过程 你都没有办法逃得掉 你的健康码啊 你的所有的资料啊 其实这一方面的时候 我觉得公众利益是必要的 然后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在外国的时候 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可是那种 那种氛围 我觉得 丢开防疫来讲 那种氛围 确实是比较舒服 对不对 那种自由的感觉 你说在国外吗 对啊 但是啊 国外这种自由的感觉 我都在想 就是因为昨天 我跟我朋友聊天 因为他就是在两年前 在这访学 然后现在国外读国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完全想不到 他说你肯定觉得 你就很自然 来了之后 这边就是大家访疫 他说 其实我在两年前来 这个城市 根本不是这样的 大家都很开心 就在街上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而且他们会摆很多小摊 然后有各种免费 你可以拿的什么小凶针啊 什么小礼物啊 一类的 就各种社团活动 他说现在 他说现在你看起来 一切感觉很正常 但对他来讲 他觉得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他反而觉得不正常 因为那个生活真的受到打扰 因为他 他有那个对比 对对对 他但是 就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算是 现在这种程度的话 跟国内的氛围 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就因为 因为他们现在 也是这个防疫 也是很搞笑 就是他在室内 要戴口罩 但室外不用戴 就室外的话 大家可以不用戴 因为在室外戴口罩的 很多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OK 室内要戴 室外不用戴 比如说我们家有餐厅 请说 对我们有餐厅 餐厅你吃饭 你肯定要取口罩的 就是餐厅 他里面也是很多人 在里面吃饭 但他也是不戴 但他如果要进入 什么教室啊 图书馆啊 这些是要戴的 所以现在是 室内也戴 室外也戴 对不对 室外不戴 他们不戴 我们在戴 对啊 你也戴啊 你室外 你出去外面 你一定要戴啊 对不对 可是你到室内也要戴 就是你全程 你除了回家不戴以外 所有时候你都戴 是这个情况吗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戴下来 我感觉生活也没有影响 就是说 就是不会对我呼吸啊 怎么造成什么困难 只是说不太舒服嘛 我觉得国内也应该是这样 比如说像放假的时候 你们出去旅游 就一定要戴口罩 就无论 我觉得你看现在 大家觉得这个疫情 好像都没有了 十月份 大家那么多人出去旅游 肯定很多人就很水啊 就不戴口罩 不要 我觉得还是不要把 这种自己的健康 那么 怎么说 就是把这个责任 全部丢给政府 应该自己要守规矩 对不对 你宁愿多做一步 也不要少做一步 因为我有朋友也跟我说 他出去外面玩的时候 都需要核酸 对不对 可是他自己多做一步 就是说 当他回到自己的居住的地方的时候 他会做一件事情 去做核酸 看看自己有没有感染 如果有感染 就去报 报那个卫生署 或者告诉地区办 然后的时候告诉他 我感染了 这一种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而且那种自觉性 对不对 你有话要讲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对 还有一个问题 我发现 他们的测核酸 也不是全民测 就是说 他每天你看到 他有一个数据 就是公布 哪些人得了新冠 他的数据是在往下降的 但是他一到周末 他就没有数据 他这个测核酸 他周末是不测的 对 内地不是 星期六 星期天 就感觉你周末就不会有病 就感觉周末就不会有病 不是 周末要休息 五天 然后两天 周末没有 关键是 他的这个核酸 我觉得他也是 你感觉自己不舒服了 你去做 也就是说 我们身边 其实可能有很多无症状 你不知道的 对 没错 没错 其实Jesse也一样 不是像国内那样测出来的 对 其实我另外一位美国朋友 也是一样 Jesse也是一样 她说新冠 新冠的情况的时候 你要自己去测 你不去测的时候 那就没有办法 对 没有人知道 所以那个数据 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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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全部的数据 对 他只是发病的人的数据 对 发病的人数据 可是发病的人数据 已经这么高了 那不是很可怕吗 我觉得 然后到后来的时候 是不是死于新冠 你也不知道 你真的完全不清楚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我都在想一个问题 因为你既然你确诊了 然后你还是没有医生给你治疗 那我为什么不 就是我一旦有感冒症状 我也不去医院 我就自己在家里面治愈 对 他也不知道我是新冠 对 死不去的时候就没关系了 对不对 那就是应该庆幸的事情 我觉得他的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还是有问题 但是我就但愿吧 但愿他们美国这边 得了新冠的人都会去检测 你这个想法是不是太乐观了 我觉得 真的太乐观了 他们有一个这种说法 他们有一个这种说法 说的是 其实你在街上 你不要害怕那些人 他说因为那些人 他为什么不戴口罩 他是对你的信任 因为他觉得说你是健康的 所以你才能上街 就是你自己应该有这个自觉性 所以他们只要看到街上的 在走动的人 他都觉得自动认为你是没新冠 OK OK 我觉得这样子 这样子很奇怪 这样子很奇怪 真的是 那你对这种感觉 不会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是很不安全的 很不安全的一件事吗 他们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跟我们刚才说的 有一点可能很相关 就是他们没有觉得这个病 会有多严重 就至少年轻人觉得自己不会有问题 就他觉得打了疫苗 打了疫苗他得了以后 也大不了就是一个咳嗽 他们觉得不会引起太大的问题 而且他们还觉得我们会 可能还会觉得我们很奇怪 就你自然都打了疫苗你还怕什么 对啊 对啊 我们是打了疫苗 对啊 你打了疫苗 其实你表示的时候 你会得也只不过是轻症而已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所以他们会觉得 对 他们不是这样想的 就比如我做国安教育这样子 我曾经有一个德国的记者问过我嘛 说 为什么你们国家会这么注重国家安全教育 我说当然啊 你要守护自己国家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你为什么不要这样子做 他说 我们德国我们觉得说 国家就是参唱国歌啊 生生国旗啊 这个很简单啊 那每个公民里面的国家意识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这么清楚的一件事情 那我问他 你是哪里人 他说 我是德国人啊 可是的时候 你觉得没有问题吗 你不爱国没有问题 他说 没有啊 我们就是世界的公民啊 那 那这个方面的时候 我们反而德国人不喜欢德国人 因为有 有那个希特勒嘛 二次大战的时候 对 那所以的时候 他们觉得说 美国现在做得很好啊 你看美国的时候 你看多公平多正义啊 那些 我觉得很奇怪 那你不是在出卖自己国家吗 所以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 我觉得想不通 那我现在就可以开始有点想通了 原来大家的那个基础点 立足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他们来讲 其实个人比国家更重要 OK 他们愿意为国家付出 对 是这样的 对啊 对啊 这种感觉 其实你真的是想象不到 为什么呢 对我们来讲 其实很自然的 没有国哪有家 对不对 可是对他们来讲的时候 国家是什么 国家就是 我居住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的国家 那这个国家需要我的时候 那没有关系 那我觉得我需要我就出来 如果我觉得不需要的时候 我当然是照顾自己了 对不对 个人是比国家更重要的 那所以的时候 整个概念的时候是 完全是一个翻转 那就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就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那没有一个团结 所以的时候 他们的发展 你会觉得好像 相对来讲 以前很快 对不对 每个人都可以进行的发展 可是到后来的时候 这种发展的时候 你就变成一种限制 这种限制是什么呢 就是说每个人只为自己 你没有一个整体的观念 你所做的 就是要让自己过好生活 这样就够了 对 或者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样子 我赚我应该做的钱 它有一个抵消的感觉 对 没错 没错 这种感觉很强烈 就每个个人和 那你说 个人和集体 个人和集体 就是 因为我在感觉 就是个人和集体 他就认为是 怎么说呢 就是 我觉得 就是个人和集体 就感觉 在我心里面 现在就有一点那种矛盾的 有一点矛盾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 国家要发展 你肯定要注重个人的发展 但是你 你也不能说 没有集体的发展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如果你太注重个人 没有集体的观念的话 大家不团结 有些事情就没法做呀 比如说我们刚才 在电话里面 聊到的那个火车 停靠在那个 就是上海 从上海到 他发现了有确诊 他马上就在 我看是10月28号 就济南市街道铁路部门报告 机腰四次列车 就是上海到北京南 有一个乘务员 被确定为密切接触者 然后北京铁路局 要求该列车 立即中断行程 停靠在济南西站 就这个事情 他一句话就描述完了 但是实际上他整个过程 他有很多的这种统筹 安排协调 包括部门的协调 省与省之间的协调 就是这么多事情 他居然在几个小时之内 全部完成 然后把车停在那边 然后全部做核算 我觉得这种效率的话 你靠像美国这种 一个州一个州 有一点那种独立的感觉的话 就没办法做 就你根本就没办法去协调 这个州与州之间的关系 他们连呼吸机 都是会抢的 对吧 对 是州跟州之间抢 没有国家观念 是每个州跟州之间来抢 而且那时候 那个美国的 没有一个协调 美国的政府 叫华盛顿 我们把它改名字 华盛顿 也跟其他州去抢 那简直是非常可笑 你自己去这样子做 我跟杰西也谈过 那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国家有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一番有烂 八番之圆 八番之圆 可是对美国来讲 你有哦 我也要有 好 那我用高架抢你的 或者我用武力去抢你的 这个什么世界啊 让我们看起来 真的是会傻眼的那种感觉 可是对美国来讲 很正常啊 我为了我自己的利益 为了我那些居民的利益 我一定要这样子做啊 而且的时候 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 就是说 你要把那个列车 停开在吉兰那边嘛 对不对 最近还有一条消息 就是上海的迪士尼乐园 发现病例 对对对 对 这个也是一个啊 国家做的非常快 核酸检测 短短的 短短的好像 不到24个小时 好像只要几个小时 就把所有的核酸检测 把它做完了 做完以后 然后你就离开 做完了马上开放 马上开源 马上开放 对啊 那个速度很快啊 那就是中国速度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跟你聊 这个节目是什么啊 这个节目我们不是要找出一个答案 我们是要提出问题 我们看看 两个国家的一个差别在哪里 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好处 有坏处 大家自己判断 为什么西方社会 有很多人觉得 我很喜欢到西方的 西方社会去生活 因为很自由啊 那纯粹的一种放松 我不需要再有人问我 你家人的美 你娶老婆的美 你生小孩的美 对 你得什么病的美 对不对 你过得自由自在 不会有人批判 会有人说你胖了 你瘦了 然后还有你穿的难看 你的衣服为什么几天都不换 就根本就不会有人关心你这些问题 我昨天还在跟他们讲这个 我觉得在这边的话 他们关注的是你这个人开不开心 是不是那种很健康的那种精神状态 对吧不是说你每天都穿同样的衣服 因为我现在就每天穿同样的衣服 我的衣服就是脏了 就自己穿了几天了 我就拿到洗衣房里面去洗 然后洗了之后 马上烘干就可以立即穿 对 同一件衣服穿很多次 对不对 OK 等一下 电话有点网络不好 处理一下 好 大家请稍等 好 好了 喂小姐不好意思 网络断掉 网络断掉我们继续 对啊 就是说我觉得在今天 没有那种什么外貌的焦虑 身材的焦虑 我觉得都没有 都没有 都很轻松自在对不对 我也是啊 对可能有的 我觉得这一点 也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 就是不像 怎么说呢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还很在意这些 但是过来以后就觉得无所谓了 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邋遢一点也没有关系 没有人管你 你开心就好了对不对 那种是突然间 突然间在一个很拘束的社会里面 把它改变 我突然间想起一句话 就是说吃人的礼教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感觉到 吃人的礼教 我觉得 对 我觉得国内的这种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评价 真的还是很讨厌 一种评价 一种比较 攀比 对 我觉得这种 好像是大家的一种习惯 日常生活中都会有这种 都会有这种感觉吧 就是过来以后可能互相 确实也没有什么利益的这种 首先我觉得我过来可能因为大家也不是以前的同事 就是会有一些工作上的竞争吧 就可能也会有这个原因 但是确实 我觉得在这边反正就大家 你看大家都没有特别的讲究啊 所以你就也跟着一样了 就放轻松就好了 对吗 我觉得是 对 就你反而可以聚焦在你自己的工作上 或者你喜欢的事情上面 就没有这么多人士的牵绊 也没有人去评价你 因为你的外表 因为你的其他 其实这个中国人的特性真的是 因为大家是一家人 我关心你是应该的 可是我关心你的时候 反而让你 所以大家续续礼貌啊 对 对 可是的时候我关心你的时候 然后我就干涉到你了 对吗 是吗 就这种问题啊 这种问题好像是 这数千年来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不是短期里面去做的 所以的时候当初我们新中国说 要当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 说要打倒次人的礼教 可是这个是根深蒂固很难呢 很难去把它改变掉 我觉得 反而在美国里面 那香港呢 香港大家会有这种吗 香港大家会有这种比较吗 当然会有啊 会在意这个吗 可是我通常都不管啊 我通常都是做自己的事情 我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啊 我很少去管别人怎么说我的 我只会做一件事情 我觉得正确的 我问心无愧 然后我就去做了 我的打扮 我喜欢比较干净的 我就干净了 我衣服没有怎么换 可是我其实每天 我都会换衣服 因为这是我个人习惯 那我也不会去看别人是怎么样啊 我就是比较自在开心 我觉得就好了 因为你每个人要活的 不是要跟别人去交代 对 你要怎么样去活 对对对 而是要跟自己交代 你想要怎么样去活 然后你活出自己来 你唯一要负责的 是你的家人啊 如果你要养家活口 如果你可以给到满足的生活 大家可以相处 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好 所以的时候那种自由的氛围 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好请说 对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我觉得 对这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 而且我觉得我这种 这个习惯的话 我感觉我回到国内 还是可以保持 就还是能保持 因为我在国内的话 我那个屋很小 装满了我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是我在国内有一个薄碧 就是我特别喜欢买东西 就同样的东西会买很多 然后在这边以后的话 我就觉得 我有这个包了 我就不需要再买包了 我把这个包一直用到烂 就反而感觉是一个很酷的事情 对啊 我终于可以把一个包用烂了 对 然后这段时间不是黑五吗 我就晚上 晚上的时候 我在刷手机 看里面它有一些打折 真的就是有一些什么名牌包 在打折 我觉得我在国内肯定又受不了 就是可以买一个 但是我现在就会想我有这个需要吗 我那个包都没有用烂 你改变了 感觉就是 你改变了非常快 反而这个黑五都没有怎么买东西 对啊 没有怎么买东西 就是 我觉得我在这边 如果我们对一个人 就感觉印象特别好 不是因为他的穿着 不是因为他 就是 就是他的一些外在的东西 就是因为他 他的一些想法呀 我觉得大家更喜欢看中这一点吧 应该 不错 我真的跟你们去聊天 因为跟不同的人聊天的时候 我都会 都会有很多的收获 为什么呢 因为 就好像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书 我喜欢看书 我想 我想了解不同的人生 可是现在 听L小姐你说 你到美国去 那种感受 为什么会对美国有一种 就舒服放松的感觉 我以前不懂 可是听你讲了以后 我就懂 这跟政治没有关系 跟你的人生选择有关系而已 你在那边的生活 其实就回归到比较纯朴 比较自然的 每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当然我们还是中国人 可是这种的感觉的时候 可以让我们去反省一下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可以有一个反思吗 比如好像说 对啊 对啊 你说 你请说 我很喜欢听你讲 我就说你说 就是刚才那个反思的这个问题 我就 首先这一点 我觉得是应该反思的 就是 其实在这边 肯定也有消费主义 就肯定也有 但是我现在生活 接触到的这些人的话 还有就是这个氛围 真的是没有 没有什么 就是至少我是没有任何 什么外貌焦虑啊 身材焦虑 还有我用的一些物品 都没有 另外就是 我觉得 我就感觉我回国 我不是说别人嘛 就是我自己如果回国以后 我就应该反省一下 我自己的这些所有的东西 是不是都可以简化掉 就更多的把精力和我的钱 就是我的钱 用在我自己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上面 而不是 做一些更多的什么穿着 让别人看的东西 就更多的应该是自己的 听到 听到 我听到 喂 就是说更多的关注自己 自己的这种 这种感受吧 所以因为我觉得他们这边 就是大家都愿意把钱的花在旅游啊 还有就家居的布置上面 感觉他们自己在什么穿着啊 外表 但是自己大家有兴趣点嘛 但这些兴趣点都不是说 我要别人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 对吧 我又不是女明星 我为什么要每天换一个奢侈品的包来背呢 没错 没错 物质不是最重要的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嗯 就不要去把很多的责任都让政府来帮你付 嗯 嗯 没错 自己要有责任的 我觉得政府要帮 对啊 你政府越是帮你负责任 那你其实你自己受到的局限会更多 对不对 比如说政府负责任 那你就没办法 就是你就说哎 有监控来看我看着我怎么样 那没办法呀 政府要给你负责任 对不对 那可能要给你按监控啊 没错 他你你如果自己不负责任的话 那那学校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学校敢带你出去旅游吗 学校敢带学生出去旅游吗 嗯 学生出去旅游 如果一点点小毛小毛病 家长都会找到学校闹 一定要校长学校负这个责任 嗯 像我们学校有时候以前有跑800米 就是可能学生自己心脏有问题 心脏有问题 跑800米 然后就就猝死了 嗯 然后学校直接把这个体育项目都取消了 那那你怎么去锻炼别的健康同学的身体呢 对不对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棒 嗯 对啊 老师让政府去负这个责任 实际上是对你自己的 自己的这种自由的限制 嗯 嗯 没错 没错 而且而且 人家你老是让别人负责 那别人就不想负这个责任 对不对 所以说人家就可以给你一些政策来就说好吧 那你要搞活动你去搞责任都是就是你来自己来承担了 那他拿给老师去比如说我们要以前小时候我们还有春游秋游 我们春游秋游我们老师会找那个大巴车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是山里面去爬山啊一类的 现在都没有了 对 就在我高中毕业的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没有了就大家都不搞这些了就怕如果出去学生出问题然后老师要负责任学校要负责任他不愿意负责任你的小孩就失去了这些机会啊 对没错 这个机会不是说你父母带着出去能够感受到的一定要同学互相支持然后互相给大家在户外有一些交流才有一个完整的成长的经历吗 这个问题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下个礼拜再讲因为我们谈的太高兴了时间差不多好不好